上一期视频呢我们聊到了赵子龙的故乡 我们也去到了常山军故城遗址 去寻找跟赵子龙有关的信息 可惜呢并没有太多的记载 所以我们决定再去正顶一探究竟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琪子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古城正顶 在我身后这个红墙之内就是赵云庙 今天咱们就一块进庙里去寻找一下线索 在赵云庙门口呢有一个赵云的雕像 然后下面写着赵云故里 三国名将常胜将军顺平侯 我们在全国许多地方都见过 有关三国将领的纪念庙宇 尤其是以桃园三节义为主题的三艺点 以关羽为主题的关帝庙 真要说以赵云为主题的还真是并不多见 这也能反映出来正顶对于赵云的重视 我现在就已经来到了赵云庙里面了 我们在门口看的赵云庙的简介包括来到这个庙里面 到处都写着赵云故里 而且呢我看有一些记载都记载的是赵子龙乃长山真定人也 三国志赵云赵云赵云自死龙长山真定人也 长山郡的范围包括了宝定石家庄刑台一代 而真定不管我们查阅哪个年代的资料 指的都是如今的石家庄正顶 在正顶也留下了各个年代的古迹古剑来佐证这一观点 就包括曾经德胜大大也说过 正顶是一个好地方出过一个赵子龙 所以赵子龙是正顶人的说法 我个人认为是更加贴切的 走进赵云庙最先来到的就是君臣殿 这个君臣殿供奉的人呢 我们也是可想而知的 就是刘备 朱葛亮 关羽 张飞 还有赵云 为了纪念赵云将军 郑定人先后四次为他修建了庙宇 我们现在看到的赵云庙 就是1996年在旧庙的遗址上重修的 占地12亩 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五虎殿 五虎殿顾名思义 里面供奉的就是蜀国的五虎上将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店呢 是四亿店 里面供奉着赵云 关羽 刘备 还有张飞 刘关章的桃源三结役 我们都非常熟悉了 除此之外呢 跟他们关系最好的人 就可以说是赵云了 他们都把赵云称为四帝 也可想而知 他们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 转完了君臣殿 五虎殿 四一殿之后呢 我们最后会来到最终的正殿 也就是顺平侯殿 这个顺平侯殿就是赵云的主殿了 在这个殿里呢 还复原了赵云的兵器 重达八十斤的一个长枪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曾经赵云将军的印马槽 据说啊 这个石头原来是湖头河里的一块怪石 船只但凡过往 经常会有风浪 然后先会把这个船只掀翻 后来赵云将军听出这件事之后呢 就决定为民除害 把这块石头从河里弄了出来 最后呢就成为了他的印马槽 门前广场上的雕像 是赵云长板坡就鳄斗的雕像 也再现了长山赵紫龙的长板凶风 我们现在已经参观完赵云庙了 在赵云庙里所有的住姐都显示 赵紫龙呢就是长山真定人 我们有 Р Hi Ho 你这一个角度 核心